下面我在谈另外一个事 这个事也很重要 这个我相信你们看过 这个 在印度一个女孩子 这个发文 这个叙述 说她被他们的警察 抢奸了 结果不离案 他们警察的理由就是 你反抗不够激烈 而且你身上还没有伤 结论就是 印度警方称反抗不够激烈 不离案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事 吴亦凡看了什么感觉 吴亦凡一定也会想 我相当年干这的时候 他反抗也不激烈 那为什么是抓我 然后在这个混蛋逻辑下 还有很多事 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事 我问他一句话 如果我把他给搞晕了 我把他喝点什么迷魂药 搞晕了 你在行动算不算抢奸 各位思考一下 按他的逻辑推理一下 如果再按他的逻辑 你再算一下 带套算不算 贵州26岁的一个云老师 被他的副校长 逼迫陪酒 然后遭官员抢奸 然后警方的逻辑 就是带套不算 我不是各位思考过 思考在背后的逻辑 如果反抗强烈算不算 如果反抗强烈也不算 为什么 反抗强烈叫袭警 那个袭警是住住 这个你们懂的 在洛阳有一个公务员 抢奸女孩子 一个你懂的 因为他反抗太激烈 把那玩意给他弄断了 然后被判刑三年 你说这是很难办 很难办 那你说上访可以吗 上访不可以 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 你们知道 她被这个轮奸卖阴 然后七人事案 两人死刑 这个女孩子的母亲 不愿意上访 结果她被劳教一年办 你说这是怎么办 反正是不管什么 这事不好办 不过我一好处没事 这都发生在印度 没发生在我们这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还要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做一个女孩子 你面临这种风险 你该怎么办 你是反抗 还是不反抗 还是激烈反抗 这事真的不好办 我就在想 如果我要在东印度 西印度 发生这事咋办 我时候没有办法 我就想了一招 实在不行 我把我的视频打开 然后随时和我的律师 保持联系 我说律师现在到这一步了 我该怎么办 反抗还不反抗 律师说你得反抗 不反抗不算 然后律师说 淡定淡定 反抗太激烈了 不行 要涉嫌袭警 你说这事怎么办 然后又报告律师 他戴套了 怎么办 你说戴套不算 那没办法了 你好好享受吧 这是不好办 你也别反抗了 反抗涉嫌袭警 所以这个事就弄得很难办 我想我要是一个女孩子 我就很麻烦这事 好了 我借了这个机会 我想给大家聊几个关键词 刚才讲了众生平等 然后再讲一个 这个人的基本的 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 就是人的智慧权利 散打智慧权利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能被侵犯 人的权利 人的财产都不能被侵犯 好吧 这是 这个人的不能被侵犯 他最基本的一个就是 我的边界任何人不能碰 一个是财产 一个是人生 所以全球通行的 有散打智慧法治 你在太多的地儿 它是法律 三大之位法则就是 城堡法案 不推让法 还有一个能跑就跑 我按逻辑讲 城堡就是在你家里头 也可以推理出 在你的办公室 在你宾馆住的房间 因为那个空间 是你个人的 城堡法案就是不推让法案 就是在你的固定场所 没必要推让 你有权利保护 你的生命财产 可以实行暴力抵抗 城堡城堡就是你可以理解 你家 你家或你家的院子 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美国一个州 一个18岁的女孩子 家里进来两个歹徒 赤刀歹徒 她为了保护她三个月大的一个小孩 她拿出的那个闪弹枪 把这个两个人给击毙 然后她捂着 更精彩的一个就是那个 去年的时候 前年的时候 加州 这个东北人 东北的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一个墨西哥人 应该是墨西哥人 突然闯门进去 把她老公揍了一顿 她老公就在楼下喊 老婆快拿枪 她老婆从二楼 拿了一个左轮的 她那个枪呢 她那个枪 她叫那个炸子枪 我不知道你看那个枪头没有 她枪头都不是一个圆锥形的 它是分开的 它有几个纹 她碰到物体 它就爆炸 它叫开花弹 老婆下来了 下了我之后 对着火星的腰打了一枪 打一枪就把身体打炸了 但是她不过瘾 她害怕她万一反应不过来 她又连补了事情 那事情就把人打了 就不成样了 你要是打脑袋 脑袋全炸了 所以这个 那最后都没罪 你就到警察局里 就做个笔录 一会就回来 就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悲哀的现象 就是一个韩国人 刚到民国留学 因为他不会说英语 他就进一家门 他不会说英语 对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是晚上 他牢往前走 人家对方都很害怕 最后就拿箱子 给打了 好吧 所以最后无知 你承保法 所以这个背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承保法 我的家门 你是不肯进的 所以这就是把他搞明白 发律应该约束的是行为 还是动机 那是下一步的事 我的家门不让你进 你就先别进 你不需要考虑动机 就是我简单 我家门风能进雨能进 但是你不能进 我不让你进就不能进 你别过讲什么大道理 你别过讲你家院子很大 我家院子很大 你家院子很大 你不能站那么多地儿 和什么一毛钱关系 你进行试试 你们一定看过这个片子 根据这个承保法案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在你家里不退让 然后在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你不在你家里头 也可以不退让 就是第二个叫不退让法 就是在你承保之外 包括你的公共场合 如果你被的侵害 或者对你有非正义的行为 当时公权力又不能保护你 按道理说你交税了之后 用公共权力可以保护你 但是公共权力当时不在身边 比如警察不在旁边 他不能保护你 那你有权力保护 保护自己 用权力反抗 保卫自己的权力 特别是你的人身安全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你的权力 比如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就是发生在21年 一伙计被另外一个伙计 连着用刀 这个袭击 通了一刀 通了两刀吧 那伙计最准备再想通到的时候 他就跑了 跑到旁边他的衣服 衣服底下 从衣服底下拿出来他的那玩意儿 连接他的四枪 当场把他打死 当时出审的时候呢 有人就提出来 那你既然可以跑你的衣服底下去 拿你的枪 那你其实你是可以逃跑的 那你为什么不跑 所以你这个防卫已经过到 防卫这个不到 然后在这个审理中 那个一个大法官就站了起来 所以这个事应该是支持的 他做的是对的 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就是发虑的生命在于经验 而不在于逻辑 面对一把举起的刀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 进行冷静的思考 所以就是这个活就污住 把他打就打 所以就是不退让发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女人经常被家暴 然后有一个晚上 在她丈夫熟睡的时候 她拿一把刀 把她丈夫给杀了 按我们的逻辑 那你就是杀人 你最起码来说 涉嫌杀人 然后最终发愿判决她 可原谅的智慧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当时把他杀了之后 你说你还剩十岁的时候 他没有伤害你 你不谈不上防卫国道 对吧 谈不上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他老是被虐待 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很理性了 如果要够理性的早离婚 他为什么不离婚呢 因为他还怕离了婚之后 你还是在受她 所以谈刑处的 不是一种理性状态 就是所谓的受孽诸贺症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让他按照常人的 正常人的逻辑来去思考 虽然这种行为不当 但是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 所以正当 你的防卫正当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他和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的 他那个虐待 你半夜可以把他给打死 是可以的 所以这时候 他们背后呢 还有一个 这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去做的 还有陪圣团 陪圣团都是一帮 啥都不懂的老百姓 老百姓 他是根据常识道德情感来判断 说白了就那个 他老公睡的时候 不把他打死 过两天他就把他打死 所以该打 他们陪圣团就这么个逻辑 所以不管怎么着 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 城堡 在家里你可以保护自己 出去受到侵害可以保护自己 如果侵害可控 你就跑 不可控 就是你不需要反应 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有问题 直接对抗就好了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 保障人们 不被侵害 正常人不被侵害 我很赞同这三条法律 我的背后的逻辑就是 法律应该是让坏人不敢打人 而不是让被害人不敢还手 法律是保护好人的 而不是保护坏人 法律不是强者的法律 也不是有权人的法律 而是所有人的法律 清华的一个老师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生活在 没有正义的社会 和生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 其实没什么良样 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是一样的 剩下的就希望大家思考 我讲这些 在有的地使用 有的地不使用 不管怎么着 我们得知道 你是什么东东 你得知道 你得有怎么保护你自己 这是你基本要知道的 你要不知道你是什么东东 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保护自己 那谁也没知 对吧 你说说你没办了 反抗不是 不反抗也不是 带头也不是 你说这是怎么办 各位 这是不好办 这是让人很物语